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What's up 大家好 这里是淡水 那相信大家看到这些标题呢 已经知道我这些要给大家带来什么了 那其实已经放在我旁边了 就是我今天收到的一个包裹 那其实今天早上呢 顺风就已经给我送到这个包裹了 但是怎么说呢 因为这台机器 其实我在购买之前呢 也是做了挺多研究的了 已经失去了那种新鲜感 于是也没有真的非常急的想要把它拆开 我已经知道这台机器几乎是方方面面的东西 不过还是来做个开箱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这是我之后 除了这台我现在正在用的黑咖尾外 另外一台主力拍视频的相机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先拆包装 打开包装呢里面还有一层泡沫 然后有一个封标的电池充电 先放在一边 然后有送一条戏相机的万代皮质的 但是应该是PUP就不是那种比较好的皮质 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 应该也是正品 然后是索尼的无线遥控器吗 之前没有用过这种类似的东西 所以先放一遍 箱子里面没有别的东西 那这个就是今天要开的主体 继续打开这个包装 说实话我也是真的很多年没有一次性掏这么多钱去买一台相机了 终于把这些烦人的泡沫都弄开了 那这就是我今天要开的主体 索尼A7 Mark III 我们先看看包装吧 那其实它的正面呢就是A73的这个机型这个图案 然后它也是有写E卡口的全幅和4D对焦 然后背面呢就是索尼传统的包装 它会把上面一些重要的产品信息全部都给你列在上面 比如说那个连拍性能啊像素啊 然后包括4K HDR的视频啊 这些它全部都有列在这个盒子上 然后因为我买的是国行 所以我在之后应该也会注册一下它的保修 其实索尼加的机器呢我是从14年就开始用了 然后当时是买的A7的一代 那现在的话那台机器我还保留着 为什么还留着呢 就因为它现在已经就算你二手卖掉的话也卖不出什么价钱 好像大概3000出头就能买一台二手的A7 那在几年之前呢在14年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是佳能尼康索尼 在入门全款服务中三足鼎立 就是6D D610还有A7 那时间过了这么多年 A7的第三代也是真的变得大不一样 那打开包装首先有索尼国哈会有保修卡 然后有讲一些维修网点啊 参考指南 然后还有一本厚厚的说明书 那我相信这本说明书我应该是需要花时间看一下 因为其实索尼在更新到第三代机器之后呢 它的变化还是挺多的 特别是在菜单的设置上面 在录完视频之后我应该会发时间研究一下 那对于A7三我也肯定是会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 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感想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那继续打开呢 首先里面有一个A7的肩带 然后它上面没有写Mk3之类的 这个肩带的话跟以前的材势有点不一样了 我是明显感觉到以前它是 我觉得一代的肩带的话它是皮的 然后这一代肩带变成了这种有点带绒面的材质 但它内面还是人造皮啊 我不知道这个带舒不舒服 但是没关系啊 我应该不太会用这个肩带 我就会留在这里 因为我感觉拍视频的话 其实不太方便用肩带 你要如果要去上脚架啊 或者是上稳定器啊 或者在手持拍摄里面转换的话 其实你如果加了这个相机背带的话 会让你整个拍摄过程变得非常不方便 所以这个我就不用了 包装里面还有一块索尼新的电池 那这块电池呢也是跟之前的电池完全不一样 大了很多 我拿一块之前A7的电池和大家对比一下 那么这个呢是之前A7一代的电池 然后这个是我买了副厂的品胜的 那放在一起和三代的电池比较一下 首先大家看这个个头就明显不一样 它比较高比较宽 然后大家再看厚度 也是完全完全不一样 所以在三代的续航呢 真的比一代提升了非常非常多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续航这个点 之前索尼微达一直被人诟病呢 就是续航 这么一块小电池 跟这样一块新的大电池肯定是没得比的 那包装盒里面还剩的呢 那就是一个这样的充电器 那这个充电器的话 应该是可以给你通过连接线去充你的相机的 最后的话有一条数据线是USB到Micro USB的 那这个其实我有很多线 我也直接放回去 我也不用它这个线了 插头的话其实也用不上 因为我有那个刚才大家看到的做虫 有做虫的话 其实还是用做虫比较方便一点 OK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相机的主体 大家记得买新相机一定要把那个包装保存好 因为在你说二手的情况下呢 可能你觉得无所谓 但是实际上你卖出去的时候呢 有包装和没有包装的价钱呢 是可以差很多的 所以包装还是很重要 一定要保存好 那我拿出来相机的主体 非常非常新的Sony A73 那我上手的第一个感觉呢 就是真的整个做工 机身做工好了非常非常多 然后比以前的A7厚实了非常非常多 那我拿以前的A7给大家对比一下 那大家可以看到 特别对比机身侧面 有没有感觉就是厚了特别特别多 大家看啊 现在是没有镜头的状态 可以对比一下它的大小的差距 真的是变得非常非常不一样 以前A7真的是一手掌握非常非常小 但是以前这个A7的坏处呢 就是你手在抓它的时候啊 因为相机实在太小了 你的小物质会没有地方放 你的手稍微大一点的话 其实你就握持的体验 不会非常非常好 特别是如果你装一个 稍微比较大一点点的镜头 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 那个头重脚轻 那其实现在A7 一样会有这个问题 就是装上大镜头的时候 还是会觉得头重脚轻 然后把卡口的盖子取下来之后呢 里面是那个帘幕快门 我这期视频呢 不会给大家详细的评测 那我主要来给啊 对比一下 一代到三代的机身上的进步 到底进步了哪些 首先我们看一看那个前面这一侧 那前面这一侧呢 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呢 就是它手柄这里有一个波轮 而以前的这个前波轮呢 它放在这个地方 而且呢手感的话是非常不好的 这个前波轮 三代前波轮手感呢 更像是那种单反上的前波轮的手感 那整个机身材质呢 从前面板呢 你就能感觉到明显的就是磨砂的材质 而以前的A7呢 它前面板是很明显的光滑的塑料材质 摸起来呢其实手感就比三代差很多 那其实整机的材质呢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差别 A7的这个磨砂质感呢 让人觉得就是非常的踏实 然后之前的快门按钮呢 也是被放在机顶的这个位置 其实是非常不好按的 然后现在的这个快门按钮呢 这个位置啊 设计的非常非常好 现在这个快门按钮呢 它是有一点微微的凸起来的形状 这样就方便你去按 然后大家对比一下顶部 顶部的话呢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最主要的差别啊 其实模式转盘的话 它还是采用差不多的设计 然后包括曝光补偿拨盘也是差不多设计 但不一样的是呢 它因为它的快门按钮被移到了前方 所以它在这里呢 得以增加了两个自定义按钮 C1和C2 这也是操控上的提升 体现在从一代到三代的变化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背部 背部的话呢 首先是它三代的机身呢 其实从二代开始嘛 就是它在这里 它是有一个斜向下的弧度的 然后它把这些按键呢 安排在这样的位置呢 其实是比一代这样 它平在这里呢 其实这里很窄的一条 是非常难按的 这些按键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Menu键的这边 它这里还有一个那个自定义按钮 所以也是操控上的提升吧 一代的这个非常弹子的录像键 在侧边 然后现在终于移到了这个取景器 这一块的位置 那这个位置显然是比之前那个位置更加科学了 以前的这个地方呢 第一 你如果真的想按的话 其实不是很好按啊 就是你手放在快门 或者是什么位置的时候 你的手其实是不可能说 就顺便可以摸到这个按钮的位置了 但是呢 它一方面不好按 它另外一方面还容易误触 所以这个新的这个录像按钮的设置 绝对是要点赞的 那除了这个录像按钮呢 另外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增加这个 可以改变对要点的拨感 那我相信这个在实际拍摄之中呢 应该也是特别好用的 它给了两个USB接口 一个是Micro USB 一个是USB Type-C 那这个呢 除了去给相机充电或者导数据之外呢 还可以就是连接快门线 因为在A系的三代 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话 其实它三代的时候把那个APP取消了 一代的时候它反而在上面有APP 那三代的话 如果你想去拍延时的话 那你就必须要用快门线去连接拍摄 因为没有之前那个延时APP可以用 然后侧边啊 这个开关设计得非常好 打开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有两个卡槽 那最后我们看一看电池仓 那最后我们看一下底部 因为呢 现在用了新的大电池 所以这个电池仓变得巨大 怎么说呢 A7其实在一代的时候呢 我其实就觉得它是一个很不错的机器 只不过 因为那个时候它是初代产品 所以很多地方它不够完善 但是在那个时候呢 其实它性价比也是我觉得还挺出众的 就是它真的是一个非常便宜又轻便的全画幅 那A7的三代呢 其实大家如果有看网上的测评的话 它的评价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因为它上面有几乎沿袭A9的对焦系统 然后视频能力又非常非常的厉害 和它同门师兄相比A7R3 那其实在视频方面 比它还要弱 却比它贵了3000价格 如果你不需要4240万像素的话 其实A7M3应该是你更好的选择 好了 那喜欢这期视频呢 可以帮我点赞投币收藏 那我之后会给大家带来更多摄影相关的内容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